灯会三日游行程第一天 可以先到北投泡温泉 接着到竹子湖品味土鸡料理 随后转往阳明公园赏鹰 傍晚再到台湾灯会光展区 走逛东区特色巷弄 寻找艺术路电 第二天则安排探索老街风华 早上漫步大道城 到台北峡海城鸿庙祈福 并在永乐市场品味在地小吃 下午去士林官邸郁金香展 欣赏来自日本荷兰的郁金香花海 搭配装置艺术 晚上可以搭双层巴士 以绝佳视角欣赏绚烂灯饰 第三天上午推荐参观市立动物园 或搭乘猫缆从高空俯瞰台北近郊 悠闲山景 晚上则可以走逛四四南村欣赏灯饰 最后抵达台北101观景台 俯瞰万家灯火 为旅程画下完美据点 台湾灯会睽違23年重返台北 2月5日正式开展后 预估将吸引大批国内外游客前来 除了可以夜晚步行赏灯 白天也能串联灯区周边景点 观传局特别推荐灯会三日游行城 丰富的游城 让大家除了参观台湾灯会 也能探索台北城市之美 记者游湘亭台北采访报道